各位同学 拿到考卷就可以开始写了 计时五十分钟 小真 今天的数学考试超简单的 跟上次考的都一样 好 太好了 叫到名字的同学出来领考卷 妮妮 小真 小真 你看 我考一百分 小真 你考几分 这个 说嘛 干嘛神秘兮兮的 又不是不能说的秘密 我 如果你不说 我就自己去看咯 不要啦 不要啦 找到了 小真 你怎么可以通翻别人的书包 偷看别人的分数 想要很不尊重别人 妮妮 你今天数学不是考了一百分吗 怎么还闷闷不乐 妈咪 你怎么知道我考一百分 因为我刚刚在你的书包看到考卷了 妈咪 你怎么可以乱翻别人的书包 这样很不尊重别人 小真 对不起 我不应该乱翻你的书包 偷看你的考卷 我知道 你的感觉不被尊重 那种感觉很不好受 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请你原谅我 米妮 小真 拜托你原谅我 我ğ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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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真 小真 conserv 没有经过小珍同意 就随便乱翻小珍的书包 这样不但不尊重别人 也不尊重自己 幸好小珍原谅我 我们才能继续当好朋友 大家要记得 朋友之间互相信任 互相尊重是很重要的 千万要记得哦 感谢观看